好 在這裡 在他官方網站左下角 好小一個面對下長 電腦端一樣要裝 電腦端一定要裝 你就裝Windows版本 如果你是蘋果電腦就裝那個版本 好 裝 登錄 為什麼要先放電腦 欸 欸 就投影 好 或者你先註冊啦 真討厭他一定要 一定要你那個 去把你的電子郵件打進去 然後自己設定一個密碼 他才讓你下載 欸 很討厭 然後又沒有說明 好 那所以呢 你下載好這個檔案 就直接把它安裝起來 這麼慢才跑出來 就把它執行 好 那裝好之後呢 桌面上會有一個 他就會自己跑出來 自己跑出來 然後他會放在這個地方 桌面沒有放捷徑 你要做捷徑就自己再放就好了 好 那所以這個是電腦端的 這是電腦端 這個是手機端的 所以你就兩邊 你要有一個人去開會議 然後另外一個人加入 好 那我就 手機端我去直接開一個會議 所以安排或主持會議 就把它點一下 然後就召開會議 好 那召開會議 他就進來到會議那個裡面 然後他下面這個地方 我先把他的視訊跟音訊關掉 不然會有回應 然後這邊呢 他這邊會有一個會議室的號碼 會議室的號碼 615886262 所以這邊就按加入 這電腦端就加入會議 好 就把剛剛那個號碼 615886262 好 把它打進去 然後就按加入 好 那電腦端就會出現 好 兩個就會互聯就對了 兩個就會互聯 那我這邊也把聲音跟那個關掉 好 好 把它切成這樣比較看得到 好 那在你的手機端 如果你要把手機的畫面 投射到電腦的話 這邊有一個共享 你就點一下畫面 點一下共享 這邊會有個螢幕 這樣 好 有沒有 這個就是你的電腦畫面 就會出現手機的部分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用這種方式把你的手機的畫面 投射到你的電腦的螢幕裡面 那用這種方式的話呢 你的滑鼠是不能遙控它的 就是電腦端不能操縱手機 所以你還是得自己在手機那邊 自己去操縱 然後它會有一點點delay 有一點點lag 有一點點lag 所以你還是一樣可以用 所以當你要demo的時候呢 然後你的如果不支援mirror test 然後也不支援那些奇奇怪怪的 什麼通訊協定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用這個方法 可以試試看用這個方法 一樣可以用 只是它的畫面會稍有延遲 會稍有延遲 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各位 那各位 因為它是用無線的 它是用無線的 所以你要先確定你的手機有連線 有連線 那它是跨網段的 所以如果你開3G 4G 它一樣可以 因為它是用那個會議室的號碼 在網路上去認 然後把你放進去 所以它是不管區域網路的 你在家裡也可以跟在學校通 在美國跟印度都可以通 只是說它用無線網路 然後它會有點慢 那如果你家是很慢的網路 那就可能會受不了這樣 好 試試看吧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 所以它也可以做那個視訊 很多人一起開會 所以這樣以後兼刑症 你就可以出國啦 去南部什麼都可以 校長說要開會不用一定趕回來 就叫校長開入就好 校長不會開就把他交到會 不然你就不能去玩 知道嗎 請問登錄要先寫E-mail 對 你要填E-mail 它才會有那個下載的讓你下載 就是要註冊啦 要註冊